好 最新的疫情部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記者會現場 比較高的 那主要有兩班 從越南的 一班從新加坡來的 相對陽性率比較高 那早上檢驗了497人 那有6人陽性 那百分比1.21% 那我們到現在為止的病例是 今年1月1號到4月9號 3546例 那今天增加了4例 中症 沒有增加中症 那中症的增加了4人 所以我們現在中症的 只有百分之0.34% 那重症的百分之0.06% 那輕症無症狀的是百分之99.61% 那這四位 四位中症的 我們等一下請雷君再說 說明一下 當然有人在問就是說 在工作場所 但有時候我在 就是我在接到衛生單位的 通通知為匡列為居家隔離的對象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說那個效力是接到電話起 就算了 所以就應該要佩戴意用口罩 立即返家隔離 那因為是隔離者 所以禁止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那應該留在家中 或指揮中心 或地方政府指定的範圍內 禁止外出不得出境或出國 但是如果你不是在隔離的地點 接到通知 所以有幾個方式 一個自行開車 騎車或步行等方式 儘速返回隔離地點 那如果沒有辦法以上述方式返回 請主動聯繫當地衛生局或撥打一九二二 那協助安排防疫車輛或安排就近隔離 那這我們再來過來請羅伊金稍微說明一下 四位 中重的一個情況 中正的一個情況 好 在講四位之前 首先先說明一下 有一些人 有一些媒體朋友來提問說 怎麼區分中或者是重 那比較簡單的操作型定義就是說 如果有住到家戶病房的一定是屬於重 那有一些情形可能他這個 比如說已經有出現這個急性呼吸窘迫症後群 半血性休克等等這些比較嚴重的這個增長 那即使說還沒有安排轉入家戶病房 我們也會算在這個重度裡頭 那其他的情形就是說 像他是輕微的肺炎 或者是氧氣濃度 有在這個 為使用氧氣鼻管的情形下 低於95%的話 還有其他的一些這種屬於住院 需要的一些中 中度的一些 需求的醫療需求的話 我們就算在中度 所以今天增加的都是四位 這個都是屬於中度的肺炎的這個個案 那都沒有需要住到家戶病房 那分別是八十多歲的男性 有接種三劑的疫苗 那有本身有高血壓 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病史 那這個X光是顯示有肺炎 不過這例比較好的是說 他雖然說X光有出現肺炎 但是事實上氧氣濃度一直都很好 並沒有這個有氧氣下降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雖然說分類上是屬於中 屬於中度 不過這看起來應該是一個 比較輕微的一個肺炎 那另外七十多歲的男性 有接種兩劑的疫苗 跟六十多歲的男性 有接種三劑的疫苗 那這兩位的話呢 氧氣濃度是都有稍微 掉下一些 掉百分之九十四以下 X光也都有出現肺炎 不過兩位都沒有需要住到家戶病房 都是在一般的隔離病房 就可以治療 分別有高血壓的病史 那六十多歲的這一位 是沒有慢性病史 不過她年紀是在六十五歲以上 六十五歲以上 本身事實上也是一個獨立的一個 屬於感染染疫之後的風險因子 最後一位是五十多歲的女性 本身並沒有接種任何一劑的疫苗 她有高血壓跟心臟病的病史 那這次是染疫之後有出現肺炎 血氧濃度也有掉到百分之九十二過 所以目前住院是有需要使用氧氣 也有接受瑞德西韋的一個治療 那這個部分就是今天增加的四位 都是屬於中度 那其中有一位是為接種疫苗 兩位是有接種三劑的疫苗 那另外還有一位是接種兩劑的疫苗 我們是藉此機會呼籲大家 現在目前本土疫情在持續的這個 每天都有新增的病例 那還是呼籲就是說有接種疫苗的民眾 看起來這個可能演變成重症的機會 是會降低的 那中度如果說染上的話 大概這個停留在中度 或者是比重度更輕微的機會 也比沒有打疫苗來得高 所以我想還是呼籲民眾 要盡快地去接種疫苗來保護自己 也避免說染疫之後 可能造成後續的一個重症的風險提高 謝謝 謝謝